我們由著名的都江宴 有很多落差,就會落到幾圓的地方 它每一圓,就像大一圓 大了四個份,水要大的時候 它一沖下來就會淡淡 淹掉成的那些涼 而現在呢,比江湾過來 這中間,江的中間有一部分 是我們後來新修的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都江宴水利工程 這個水利工程一共分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叫魚嘴 這個魚嘴像一隻魚的嘴巴一樣 把這江分成內外兩條江了 把它分開了 而外江呢,繞著成都平原一圈 最後到南面樂山 跟其他兩江會流 內江,從這個地方 然後經過這個狹小的控制口 狹小的水道 最後進入成都平原 我們所看到成都的景江 那條江的水也是源自於這裏 好 首先,裡面的魚嘴把名單分成兩部分 而且由於這個地方的地勢天然的 就是斜的,斜的 外面高,裡面低 所以它非常聰明地找到這個地方來分江水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到了鋪水季節的時候 由於外面要高一點,裡面要低一點 水雖然少一點,但水都會自動地衝入內江 而到了水量高的時候 因為有這個東西在控制 所以那一部分會衝入外江 然後剩下那部分衝入內江 然後我們測試了一下 每年鋪水和高水季節 鋪水和叫什麼? 叫水量充沛的,在一個季節的時候 內外兩江的水量 就剛好是鋪水季節的時候呢 外江四層,內江六層 而水量充沛的時候 外江剛好相反 外江六層,內江四層 非常聰明 首先它是選了一個合適的地方 把水先分開 分開以後,水開始沿入內江 接著到了我們的第二部分 這個飛沙spillway 飛沙 驗是在中文裡面什麼意思呢? 一個矮矮,有矮矮的水壩 也是高出來的,但是不是很高的 不是用來攔水的 一個驗 這個驗比周圍的兩個這個壩還要矮一點 但是比普通的河床又要高一點 這個驗是什麼作用呢? 顧名思義飛沙spillway 飛沙驗 可見它的第一個作用呢 飛沙 把沙石處理掉 因為銘江的水從山上流下來 沖來很多沙和石頭很混濁 那麼水到了這個地方 怎麼樣能夠把沙石去掉呢? 這就是李兵發總結前人的治水 結果得出來的經驗 他知道水 我們不是看過 我們都有這個經驗 水走到彎道的地方的時候 就開始打算 形成漩渦 然後這漩渦越大 它就可以把水沙和水裡面的沙石 捲到表面 最後由於離心力的作用 把它甩到周圍的岸邊 所以在河岸邊總是滿多的沙和石 你可以把它產下來利用 這個原理在我們的水利 水利學上 可以稱作彎道 是 它很聰明就是在這裡這邊的 又比周圍都可以 所以沙石都可以變 就到這裡 那剩下來的水就不乾淨 就不乾淨 就不乾淨 那麼大家可能會說 既然在河沙石到這個地方 對馬路怎麼辦 地賓 它有一個規律 還有一個規律 所以它修了這個 可以沙一月以後 它就把這個地方放了兩座 石頭座的馬 這個馬的高度呢 剛好大概有硬度左右 然後呢 它告訴他的後人 等到那個沙的過過馬背的時候 就要去清理它 所以每個月一次小修 每年一次大修 我們叫睡修 所以沙宴的第一個作用 是把沙子和石頭去掉 它還有第二個作用 就是二次分流 第二次把水分流 我們看 萬一每個月 它水分流 其實我們 流入那一張水 還是太多 還是太多 非常的 非常的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需要 水 如果很高 過過這個一米 就到了V3 所以這個地方 第二次分流 第二次分流 好 那第三個肯定 在這個地方 叫保平頭 保平頭 這個地方呢 像一個瓶子 像一個頸一樣 這個瓶子 頸的後面 瓶子的肚子 就是我們非常大的 程度裡面 有6000平方公里 這個時候呢 大概是一半 這個瓶子 其實哈 是我們唯一胎 找出來的 以前 它跟兩個人 一起 做為我們這個山 玉壘山 我們現在所在 這個山的一部分 那 我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問大家了哈 在當年 火藥還沒有發明的情況下 李賓 是怎麼樣把這個山 給批開 這不是一顆石頭 沒有那麼大一顆山 而四川的山是花岡有形去的 不是土啊 不是纏就纏得走的 它是怎麼樣的 太多了 水瓶 啊 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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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用水瓶 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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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潑水,直接取,將水滴水潑上去,反覆這樣子做 那山石會裂開,裂成石頭,就會派人把石頭藏進去 反覆十年,十年功夫 那待會兒沒有炸彈,燃水也沒有炸彈 那這個老平口氣的什麼作用呢? 你看,這邊還有一些小的水池,能把水分進去 老平口氣的主要就是控制水 水量如果不太大,它最多漲起來,就會這些地方沒住不同的區域 過入外加,內加,而這個,一程座,它還要成長,還要大 所以呢,老平口呢,是起到了引導水的作用了 把水引入成都,然後控制它,不讓它過多 在這個老平口的後面就有上千萬條不同的水渠 水渠,好像碗一樣,橫灌成林平原 這樣子的話,敏言我們,不管是漢季還是烙季 我們就有充足的水,而且是乾淨的水來灌溉我們來飲用 你看,這就是整個,長的水壁工程的原理 也清不清楚,有沒有問題 聲音放大一點 外江水到哪一圈? 外江的水,剛才我說了,圍著成都平原,留一圈 沒有進成都平原,最後留到南面的樂山 樂山跟其他兩條江,為何進湘江了? 好、浪江間,無海駕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